歡迎光臨 歡迎光臨 嗨大家好 我是潘映竹豬豬 我是夏琳雅琳 我們來到了捷運 你知道嗎 東門站這裡可以說是 妳瞎掰的吧 我只聽過西門町 沒有聽過東門町 傻傻 有西門町 當然有東門町 是 還有南門町 北門町 東南門町 你不要亂講 這個我是不清楚 但是妳確定這附近 以前是叫做 這裡其實以前就叫做東門町 現在就是很多外國觀光客 都來永康街 真的 很多台灣旅客也會來這邊 這是一個非常熱鬧繁華的地段 對 可是不只這些 這裡可以說是充滿 夢想與回憶 在哪裡 就是待會兒我會帶你去看 好不好 好 所以這集我們要帶大家一起 夢遊東門 夢遊第一站 台北爆紅咖啡棚拍館 在乾淨明亮的空間內 藏著專業自助攝影棚 讓你拍出夢幻美照 我現在是愛麗絲 我在夢境裡面 小豆子 來 我們一起玩 玩 哈囉 這裡是霍格華茲 我是Herry Pearl主 我就是最愛讀書 人家說我長得很像 非常妙麗的廟名 不管是童話風 還是魔法學院風 都讓人拍照玩到翻 是特別 還有你 好可愛 台灣映竹 所以你可以幫你… 好驚訝 把你愛的人 愛的寵物 都映在上面 好可愛 令馬卡龍把心愛的人 放在點心上更甜蜜 走過時光回廊 夢遊來到台灣本土 歷史文物館 這個上面的人都是真有情人嗎 就那個 還在直接把畫像 這應該是當時候的一個模特兒 我 我覺得以當時審美的標準 我覺得我在當時 應該是長得比你美 這一件 這… 這真的是用麵粉在做的 對啊 如果是我現在的話 搞不好還可以改成 其他款式消尖的 有沒有 短裙什麼的 哪裡可以和歷史文物 近距離接觸 你不知道的大台北景點 都在GoGo捷運 天啊 怎麼來到一個花團緊湊世界 我現在是愛麗絲 我在夢境裡面 太好了 我終於可以擺脫夏立民了 小兔子 就是夢境裡面的小兔子 小兔子 來 我們一起玩 這是我 嗨 什麼又是你 為什麼在夢中 走開 怎麼在夢中是兔子 你為什麼… 你為什麼一定要這樣 在現實世界中擺脫不了你 為什麼要來我的夢中 沒關係 不管是兔子還是帥哥 我覺得我都很喜歡 這這麼美的景色 而且… 很美 走開 我是愛麗 我是愛麗絲純真的小女孩 不可以這樣 你知道愛麗絲夢 先進這個故事很有趣 對 你是一個就是從全真 要長大的小兔子 最不穩 這就是這個夢的最大的意義 放開 對不起 不好意思 可是我可以那麼兇 我愛麗絲純真的很溫柔的 我只看到你我真的忍不住那麼兇 我們不能光做夢 對 我們要想一下 為什麼會來到這個夢中 到底為什麼 要來歡迎這個夢的主人出現 熱烈掌聲 我愛麗絲純 我愛麗絲純 你是壞男孩還是蝙蝠俠 我們現在還在搜夢 對 所以我們現在到底是在哪裡 我們是在夢中嗎 不是 你在一個咖啡的派館 連咖啡店主人都裝扮成 蝙蝠俠是怎麼回事 簡約裝潢加上透明採光 乍看以為只是一間 普通的咖啡館 誰知道裡面藏了專業自助攝影棚 從浪漫花牆到魔法學院實景 還有虛擬攝影棚 加上老闆特別從國外帶回來的 魔法袍 夢幻婚紗 女神禮服 旗袍古裝與卡通風格套裝等 各種服裝再搭配法式道具 阿民和竹竹好像來到拍照樂園 想要換一百套衣服 根本就是你的夢幻世界 對 可以變成哈利波特 但不利多 你可以變成拉不拉丁嗎 為什麼都是動物 很適合你 這樣來到這是不是蝙蝠俠 會幫我們拍照呢 不是 自己拍 自己怎麼拍 自拍 我知道自拍我們很會 就拿手機拍 不是 是由高達30萬的 專業澎湃器材 幫你拍出最美麗最專業的照片 這個就是傳說中的藍牙遙控器 只要一滴在手 馬上就可以相機就會不停地自動 啪啪啪啪啪 幫你拍攝 有蝙蝠俠在賣東西的感覺 滿妙的 不管了 很痛 趕快來拍照 好 來 看 成為攝影器材賣家的 蝙蝠俠老闆 利用他的專長打造這個 自助式攝影棚 專業的燈光 還有數位攝影器材 讓你想怎麼拍就怎麼拍 阿民和竹竹還有蝙蝠俠 玩得不亦樂乎 童話人物和英雄大亂鬥 每一張都很搞笑 笑死我了 笑裡面好蠢 拍完照片之後 你就可以立刻到這邊的螢幕 來挑選你喜歡的照片 如果有一些不喜歡的話 也可以敢把它刪掉 回事滅疾 當然愛麗竹和兔子民 還要拍更多美照 竹竹好可愛喔 阿民 這個… 我們還是來看一下 他們拍完的成品吧 接下來的魔法學院 兩人又會如何搞怪呢 哈囉 所以這裡是霍格華茲 我是Harrie Pearl主 去…走 我就是最愛讀書 人家說我長得很像妙麗的 妙名 嗨 哈囉 我是哪一位 你聽不出來我是誰嗎 你什麼妙名 你妙蛙種子吧你 種子… 我這樣給你配合好不好 說配合 我們這次霍格華茲好嗎 這個主題真的還滿妙 還滿妙 只是你… 你整個毀了我們這個 高質感的魔法學院 不會 拍照就這樣才有樂趣 扮妝 趕快 我們來擺幾個姿勢 開始拍照 消失吧 妖膩 這根本就是魔法學院 終極毀滅版 太恐怖了啦 但是兩人營造的靈異風格 也算是滿特別的 喜歡拍照的阿民跟竹竹 留下屬於他們的回憶 再換上一套韓系俊男美女風 最後當然要看我們的女神竹竹 這才是美美的沙龍照 在咖啡澎拍館 從童話到魔界 不是 我是說魔法學校 還有清新美照 接下來還有不可思議的體驗 拍了好多美照 超開心的 我覺得剛剛已經滿足了 你這種自戀人的一種幻想 因為你可以在花船景處裡面 又可以在霍格華茲裡面 有沒有覺得很享受 我看妳也滿開心的 我是 好像只有我一個人很享受 我們兩個都很開心 這裡還有更厲害的 讓我展示一下 這是有 印上我本人照片的馬卡龍 是說也不用自戀成這種程度 真的 妳知道嗎 妳看到戀印出來的圖像的時候 妳真的心會這樣子 驚嘆一下 不是 妳戀印這個意義是什麼嗎 妳只戀印妳自己 妳是想幹嘛 妳想送給我當禮物嗎 就是因為我很自戀的時候 我就印我自己 其實很多人來 會印就是他們喜歡的偶像明星 等等之類的 我當然也幫妳準備了一份 我很貼心 妳看 還有妳 好可愛 還有潘映竹 所以妳可以把妳… 好驚人 驚嘆 把妳愛的人 愛的寵物 都印在上面 好可愛 這個真的好可愛 是不是很想帶回家 對 謝謝 這裡最喜歡 妳最喜歡哪一顆 我寧願 妳最想帶回家的是哪一顆 這都可以帶回家嗎 是我那一顆嗎 我不是 妳的時間 我先拿去餵狗 不行 妳一定要選一顆 因為其他的我們要等一下試試 我選多多去帶回家 妳要帶回家是不是 妳在幹嘛 好吃 妳在叫我 我要帶回… 把我的這兩顆帶回家 我不會 妳幹嘛吃我的 夏立民 妳好壞 我喜歡 看起來 超級厲害的烈飲馬卡龍 印出來的彩色照片 效果極佳 妳會想要列印誰呢 這裡還有一個很厲害的飲品 妳可以列印上去 我們看過各式 這樣非常厲害的拉花 妳今天看我準備的這個拉花 列印拿鐵 這個很驚人 這個是照片在上面 可是這個能吃嗎 妳知道我剛才看到 隔壁桌的大姐 印了金城武 說是她老公她喝… 把老公喝下肚 所以這裡可以完成妳各種 妳知道 特別的一些想法 天啊 這好特別 而且我覺得如果是妳要 譬如說朋友生日 或者是妳要送給另外一半 印一個很有意義的圖案 或者是什麼照片在上面 我覺得很酷 而且情侶來也會覺得 相當地浪漫 對 很酷 妳咬一口好不好 我再告訴妳是什麼 我為什麼要吃自己 我當然是要吃你 我就要讓你 我把後來妳的頭咬碎了 妳後面 我本來就是要讓她 自己吃自己 我不要 這是妳 真的太可愛了 好可愛 好可愛 你們兩個真的好幼稚 人家這個列印拿鐵 是為了滿足少男 少女心 選擇自己喜歡的照 傳給店家 不到半分鐘的時間 3D列印美照的咖啡 就能送上桌 不管是印美美的自拍照 還是情侶閃光照 或是心愛的偶像明星 都可以印在拿鐵上欣賞 是不是很捨不得把它喝掉呢 趕快搭乘捷運淡水星一線 東門站7號出口出來 走向左 後方的2樓就到了 夢遊進入台灣老時光 搭乘捷運淡水星一線 東門站5號出口出來後 走向右側的3樓就到了 我們來到了一個充滿夢想跟回憶的場館 對 很復古 雖然在台灣可能去博物館 去故宮 也可以欣賞到一些西式珍寶 但是畢竟博物館就好像對我們來講 有點距離太遙遠 這裡的這些歷史痕跡都直接 陳列在我們眼前 一種很近距就可以欣賞到的感覺 而且我們知道這位收藏家 他非常地喜歡古物 還有台灣的歷史 所以他就搜入了這些東西 希望成立一個台灣歷史文物館 那真的是很有回憶的地方 那就跟我們來一起去探索一下 走吧 台灣400年文化史的文物都在這裡 一走進來就是滿滿的懷舊氣息 日治時期的各式絕版海報 還有無數台灣藝術珍品和文書 哈囉 鳳姐妳好 歡迎主桌跟阿民妳們好 歡迎來到我們秋慧文庫 這裡真的一走進來 就很有歷史的痕跡 這都是我們老闆精心收藏的 台灣歷史文物 我們很好奇說像這樣子 這麼多的台灣歷史文物 要花多少的時間來收集 我們老闆花了14年15年的時間 來收藏台灣的歷史文物 不簡單 想要知道就是他收藏的歷史文物 大概就是最久最老的 可以推估到多久以前 大概340多年前的 一本荷蘭的遊記 那是一位荷蘭的作家 Dapper寫的一本台灣 關於台灣的風俗的一本書 三 四百年前的書 所以真的是 從台灣近代史的這種文物 都可以在這邊找到 我另外很好奇的一件事是 很多人說收藏… 很多人就是收了要藏 或者是希望它價值變高之後 可以變賣 但這裡反而是用一種文庫 展覽的方式 像博物館的方式展出 這樣的原因是為什麼 就像您剛剛說的 收藏家是收著 藏著 不讓人家看 但是老闆的概念就是說 它的這些文物 如果說讓大家更能夠分享 能夠一個傳承的話 對這些文物更有價值 所以來到這真的是 你可以看到 歷史文物都變得很有溫度 你可以跟它近距離地接觸 對 我覺得不論是老一輩 可以重溫當時的光景 年輕人也是可以學習到 原來當年有這些東西 我覺得很特別 沒有拉線或是特別隔絕 歷史文物和你零距離 還有好多老一輩童年的玩具 請佩玲來幫我們介紹一件 妳印象很深刻的作品 OK 現在請各位看一下這邊 這幅畫它不是畫 它是半立體的石膏作品 它是廖繼春先生的一個作品 野柳的風光 房子蓋好木板做上去 當場在這邊用石膏 再上青銅的顏色 因為廖繼春先生也是台灣 非常重要的畫家 所以他在這邊留下來這幅作品 其實也是保留了 它當時在創作的那種韻味 而且是野柳的風光 我相信現在的野柳 跟當時描繪的 應該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你光看這些船 現在就已經不是這種船的感覺 台灣畫家廖繼春大師的作品 是這裡的鎮館之寶 精細的功法 還有泛印象風格令人驚嘆 阿民和竹竹在台灣出生 刻要好好學習台灣歷史 好 這面海報牆真的很有趣 對 因為全部都是女生的 畫像在上面 而且當時這些美女畫像 好像跟商品做了一個結合 對 兩位可以看一下 我們左手邊是糖的海報 對 然後中間是佛摩沙鐵 左手這一幅是衛術的海報 這個上面的人都是真有情人嗎 就是那個 還可以直接的畫家 這應該是當時候的一個模特兒 我覺得以當時審美的標準 我覺得我在當時 應該是長得比妳美 為什麼 因為妳看後面這些 就是很濃美 哪有這眉毛那麼細 妳要看一下旁邊的 這是細眉 年代是流行細眉毛 我記得 那媽媽年代 對 就是跟現代美人的標準 是不太一樣的 不一樣 很有趣 這裡面海報裡面 有沒有什麼樣的故事 給我們分享 我們要不要來先猜一下 像這一幅 對 剛才說是茶 對 Promosa是因為荷蘭人來台灣的時候 是西班牙人經過台灣的時候 然後就說了Promosa 這幅不是葡萄牙嗎 是葡萄牙 對 講了那麼多都不是 我聽到有罷了 是葡萄牙人 對 所以Promosa就是茶的公司 對 茶公司的海報 它是一個推廣茶的海報 對 各位要不要猜一下 譬如說像左手邊的五幅 它是糖 推廣糖的海報 對 可以看得到它上面有 大日本製糖跟台糖 對 對 這一幅是由誰在推廣茶的海報 它沒有寫 對 會寫 如果沒有寫的話 大家怎麼會知道呢 我猜應該是賣茶的人 還是什麼 協會 國家 政府 是有可能 我們還是來聽解答好了 來 兩位 我們看一下它的頭髮上面 是不是有一個白色的髮毯 對 它是不是一個正三角形 跟倒三角形 對 它那個就是日本時候 是一個台灣總督府的台字 所以它是台灣總督府 在推廣茶的海報 所以那個就是那時候的Logo 你說是台的那個剪寫的台 對 然後把Logo藏在這幅圖裡面 對 這也太低調了吧 所以是台灣總督府 要推廣台灣茶 對 所以就是官方 官方 對 好妙 這麼低調 真的很低調 可是那個時代的人 應該都認得那個Logo 對 日日時期外銷台灣茶葉 糖葉 啤酒等海報 描繪當時現代化 社會中理想女性的角色 阿民跟竹竹看得津津有味 對 你看看這幅圖 你不要小看它 你知道嗎 為什麼 你看 它在課本沒有出現過 這本是什麼 我看一下 這本是台灣美術史 所以是很有代表性的書 介紹到這是一幅… 我看這幅畫是什麼名字 它叫做八龍舟 八開的八 所以你看一下在華龍舟 端午節的一幅畫 我看一下 是1930年蔡雪希的作品 當時的人就是也有這種 一起來去看華龍舟這種盛況 對 而且這是針跡 我這邊都是圓劍 就有點像是 親民上手圖的圓劍 現在在你面前面看 好珍貴 真的很珍貴 美術史上的珍貴作品 看著…仿佛進入當時觀賞 龍船比賽的熱鬧情景 還有好多的作品 保留專屬台灣的記憶 我有注意到這邊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就我常聽老一輩的人講說 以前物資很缺乏 要買一件衣服都很困難 很難想像 他們說連麵粉袋都穿在身上 真的嗎 我說怎麼可能 可是麵粉袋不是都是破的嗎 但是你來看看 這一件 這… 這真的是用麵粉袋做的 對 蜻蜓牌的麵粉 好潮 我想要 現在反而變得很復古流行 這很潮流 你看如果今天穿一件這個 在路上多潮 完全不會撞山 真的 它就是把你歷史的原件 讓你可以親眼地看到 而且距離它這麼近 就是真實發生過 這真的很酷 而且如果是我現在的話 搞不好還可以改成其他款式 削尖的 短裙什麼的 我說你們兩個年輕人 這可是台灣當時經濟狀況不佳 物資缺乏年代留下來的文物 看看你們多幸福 來到這裡才發現 我們認識了世界 對於自己的歷史和文化 卻不夠了解 感謝用心的收藏家 提供一個台灣文史的火教室 這麼多的歷史文物 背後都有好多的故事 沒錯 所以我一開始就說 今天帶你來探索夢想跟回憶 而且在探索完之後 還可以好好的喝上一杯茶 還有一杯咖啡 真的是心情很放鬆 是 我覺得這一趟從早上 非常有趣在那邊拍照 這種做夢的過程 還有看到年輕老闆創業的夢想 到這邊可以看到一位收藏家 怎麼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心情 來到東門站這邊 絕對不是好好地吃吃個東西 到處隨便亂逛 而是可以去深入地探查一下 非常地好玩 希望大家下次有空 一定要來捷運東門站 是 妳也太猛了吧 因為蝙蝠蝦是獨行蝦 只靠一個人 我怎麼都要用地眼神 就是蝙蝠蝦 我要說愛麗絲 愛麗絲蝦要來拍照 是 兔子也想拍拍 拍拍 愛麗絲跟兔子一起拍拍 我在幹嘛 我不知道 妳現在在吃我的臉 品嘗一下我的臉有多美味 因為我的臉糊掉 妳看 對啊